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最近有一位25岁的年轻歌手 到全台湾消失中的场景办音乐会 包括已经歇业的唱片行 还有从清朝开到现在的Gamma Dian 他是柯智堂 两年前他以一首英文广告歌 创下百万的点阅记录 柯智堂年纪轻轻 却拥有很超龄的嗓音 这次他特别找寻一些消失中的老店家 在齐楼开唱 用音乐保留这些美好的记忆 沧桑超龄的唱腔 从一家保有60年代风格的唱片行传出来 召唤着人群聚集在矮矮的七楼下 他是创作歌手柯智堂 为了寻找记忆到全台湾消失中的地点 巡回演唱 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场所的意义 在一些人心中的意义这样 因为一首广告歌 It was made 柯智堂的歌声早已被悦迷注意 也因为这一首歌 他举办了一场唱片台湾的活动 人生过去总会有一些东西一定会消失 然后他这首歌就是在记录那些事情 但是他不是一个真的很悲伤的歌 他就是想起这些美好的事情 还是有点快乐 他和制作人陈建奇 有一天在报纸上看见 一家屏东市的唱片行 在开业三十七年后宣布歇业 一个念头让他们决定行动 要延续这些曾经创造回忆的地方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首歌是讲过去美好回忆 然后我们就来找一些台湾的 历史上的文化场所 快要消失一些文化的场所 然后我们去把它记录下来 从屏东台中唱到台北 柯智堂去过从清朝就开业的干嘛点 也到了台北大稻城的第一唱片行 传承三代的第一唱片行 专卖台语和国语老歌 对外只有一瓶多一点的小店面 对内则有曾经放满上万张唱片的仓库 不少人来这里寻宝 他在热闹的三角窗边 屹立了55年 因为我是一个念旧 但不怀旧的 对但是 但我可以感 在我在那边地方唱歌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这些地方是非常有历史 记忆的一些地方 年轻歌手 险在这些老老的地方唱歌 也让年轻歌迷回头认识上一代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